另外這是中國大陸部分 不過美國現在建軍真的有問題 因為他花了好多錢在人事費上 然後全世界都要管 管到最後全世界軍費低 但是卻發現他的軍艦真的不行了 這次叫全獅號兩棲攻擊艦 才剛剛為期五年的整修出海 結果突然發生了嚴重的故障 被迫半路折返 然後他這件事情很重要是 他本來是要參加美飛兼併兼演習的 結果因為發生故障了 只能回去了 然後現在又被看到說 他修復工作可能要三周圍 然後影響了美軍在印太地區的部署 真的讓印太司令作戰人員感到沮喪 我本來要去中國大陸周邊要虎揚威 結果你半路就給我折返了 然後現在還有更慘的事情 因為他目前停靠他回去整修了 發現沒有乾船物 他已經被占用了 只能在水下進行修復 所以作業時間又長達三周的時間 意思就是天哪 他不只是出去一半就壞了 然後回去之後修又更久了 對這是因為美國的軍艦 一向是造艦成本很高 所以美國在這一方面的話 跟世界上沒辦法比 所以他的造艦被日本 還有被韓國局部都期待 所以我們知道就是 美國有些部份軍艦 他把他的智慧財產 他的修復的這些核心技術 轉移到日本 也有將來可能轉移到韓國 幫他直接就近了 因為在日本來修成本比較低 我只要把核心技術給他 日本就可以幫他修 那回到摩港礦熱費時 因為你還要回去 回去之後你剛剛講到全4號 他沒有乾屋 沒有乾屋 沒辦法進床屋 沒辦法進床屋 那就在水裡面 你怎麼修 水裡面修的話 品質有沒有問題 第二 水裡面修的話 是比較費時的 乾屋修 水一抽關 就是在護膝 修完之後 水一放進來就出去了 是這樣的方便 換句話 美國在這一方面 他的效率 還有他的這個 我們所講到的 他這個有時候修的時候 是合約商 不是美國軍方在修 是合約商 交給合約商去修 合約商 對不起 按照勞基法來走 按照勞基法來走的話 他有他的工進 工程進度 他有他的工進 我還有工會 他有工進 按照工進去走 結果沒那麼快了 你要修哪些 我的清單列出來 那按照我的工進 你這個需要三個禮拜 那就要三個禮拜 是這個樣子 不是按照我們所講的 我們有作戰有搶修 不是作戰 民間沒有搶修的 沒有作戰搶修 你只會打仗的時候 那另外一回事 沒有作戰搶修 那就按照合約搶修來走 按照合約搶修 就是礦日廢時 對 礦日廢時 所以你造舰能力 真的有問題 所以現在美國 真的你在海軍作戰艦 跟重大陸 真的不能來相比了 另外再來看到 尼亞派航母 來威著大陸 真的威著的了嗎 現在已經是一個 大大的問號 最近來看到 羅斯福號 4月18號通過了 巴士海峽 再次到南海 從台灣這邊 穿到了南海 他最近來到了黃岩島 然後本來4月22號 不是美飛兼兵兼演習嗎 以為會看到羅斯福號 結果沒有 他往新加坡基地去了 所以大陸網友就酸說 哎呀 你們忙啊 我先撤啦 面對美飛軍演 羅斯福號跑得遠遠的 另外為什麼會這麼做呢 有幾種可能 第一個 解放軍的反應也很強烈 比如說羅斯福號來到了黃岩島 這個附近海域 中國大陸可是派出兩艘 包括一艘是054A飛彈護衛艦 三亞號 還有呢 來看到是海王星號的偵察船 在這邊進行近距離的跟街 哎 將軍這兩艘艦有什麼意涵 這個海王星號 可是呢 可以把你看得一清二楚 對我們可以知道這個 羅斯福號他今天 因為 艱冰艦從 從4月22號到5月10號 總共進行的是19天 那這樣的話 羅斯福號有他羅斯福號的 航空打軍隊的作戰任務 他不見得就要是跟美國 美飛艦兵艦 這16000人繳獲 對 是這樣子 你美飛艦兵艦 你按照去年 你就是沒有航空母艦 那航空母艦的話 另外 他在這個遊役 在巡役 這個南海的其他地方 甚至到新加坡 都有可能 都是這樣子 他這樣 各走各的 你這樣的話 如果是要刻意 要跟美飛肩並肩的話 我們知道菲律賓 小人玩大車 菲律賓這個國 你跟 用不到航母 美國航母跟日本可以 美國航母甚至要想要跟 韓國勉強可以 大家一起來勾連 美國的航母 去跟菲律賓去演習 你這個檔次差太多了吧 好像大學生跟小學生在一起 你怎麼上課 你要以大學生的標準 那小學生的鴨子聽 你要以小學生的標準 大學生睡覺算 他通通都會 變成怎麼樣 這檔次不一樣 所以兩個要分開 你如果在一起的話 菲律賓的話 他只有乾淨演習 那就是你美國演習就好了 我幹嘛要跟你們參加演習 因為你那些的科目 還有一些相關的工方演練 我從來我也不知道 檔次不一樣 差太多了 跟日本可以 跟菲律賓 那可能就 就另外一種戰術戰法 對 所以他才會說各搞各的 是 那將軍怎麼看 因為中國大陸現在 也派出了一些軍縣要去看你 所以他也不敢真的派航母去那邊 因為有被看觀光 對 你這個海王星 我們叫做電子偵察艦 剛好利用這些演習的時候 把你所有相關電子的頻譜 統統收集 收集之後納入資 我們叫資料庫 變成資料 database 變成這個狀況 所以只要是任何演習 你看中共在這個 我們叫在黃海 在東海 還有在南海 現在在南海 都一定派電子偵察艦 電子偵察艦比電子偵察機 來的功能來得多 為什麼 海上的東西 裝備可大的可多的 空中空軍 因為它所受到的 這個承載的限制 沒有辦法 人也要限制 裝備也要限制 因為為什麼 因為電力的關係 有些是要靠電的 你飛機的發動機 能夠發出的電 就是那麼多 但船不一樣 船的電力可以無限量供應 它那個是柴油的 不是航空油 柴油引擎 它電構 裝備多 為什麼它承載也多 它一艘 4000噸到5000噸的 上面裝備通通都夠 那這樣的話 美國也要趕快跑掉 為什麼 那所有的訓練頻譜 電子直播頻譜 通通被收據 一收據打仗的時候 將來打仗的時候 就是軟殺 不達電子還價的作戰 就是講電戰 那電戰的話 你這些寶貴的電子頻譜 被收據 做大數據 大數據完畢之後 有資料過了 有大數據了 將來作戰態勢會不利 為什麼 你所發射的 武器裝備 艦對空的飛彈 艦對艦的飛彈 或者其他打敵的飛彈 被干擾掉了 為什麼 你被人家摸頭摸瘦 是這個樣子 所以美國也會有所忌憚 對 美國當然會有所忌憚 所以美飛肩並肩 菲律賓以為說 有美國爸爸 他們叫爸爸嗎 我不知道 美國來靠 以為說可以跟中國大陸來抗中 但是在關鍵的時候 這個航母也不會來的 第一個 你航母來的話 中國大陸通通把你看光光 你第一個 你不敢介入 還有呢 那你來看到 那中國大陸也不是省油的燈 現在美國也有這種做法 菲律賓你要想清楚 太陽星全校 克菲爾益生菌 我吃了兩三天 最明顯的感覺 是睡眠品質竟然變好了 睡得好 讓我整人工作更關注 心情也變得更穩定更好 因為太陽星全校 克菲爾益生菌 才讓我認識到 克菲爾益生菌 它是由多織菌種 和益生菌所組合而成 不僅能夠維護 消化到機能正常運作 還擁有多種 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當強大 你知道嗎 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它 稱它是神仙的禮物 上千篇的國際研究證實 克菲爾益生菌 不僅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 影響全身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種的平衡 是解鎖身體健康 精神健康的鑰匙 對幫助睡眠維持好情緒 真的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藥 有積極的敏感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 選擇太陽星全校 克菲爾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健康沒負擔 每日克菲爾時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請上快點購健康下單 輸入推薦代碼 有額外的折扣 請頂股 請 Ensure 改善 繁栤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